歡迎大家出席 馬一條市分紅電禮頭十名倒數 我們再次歡迎我們的主持 很開心回來這裡繼續宣布 頭十名倒數的得獎者 我們現在來看看宣布了的得獎者 他們是2019年頭十名的得獎者 恭喜你們 今天我們要宣布的就是第七名 是啊,第七名啊,John 究竟是誰呢? 好了,我們看看他們在1984年 開始的時候只是做傭家 其中一個是律師,另一個是沒有特意 做康布萊已經36年了 1993年上主席會 2018年上創辦人員長 40K 1994年第一次得到馬一條市分紅 前前後後得到二十五次 二十五次說多一次啦 二十五次是頭十名啊 其中有兩次呢,還是第一名 我們一齊來恭喜 我們一齊來恭喜 第七名的Carol Laurence 和Alan Laurence 大家好 我真是很開心很開心啊 可以得到這個榮譽 首先我要多謝我這個組織裏面 所有的直小商 這個榮譽是屬於你們的 我亦都要多謝 康布萊公司所有的員工 他們為公司所作的奉獻 最後我要多謝所有所有的會員 我的故事就好像一個童話故事那樣 從前有一個不得意叫做Carol 因為一次的意外 令到她遇到康布萊營養 她很努力工作 令到業務成長 遇到白馬王子之後就很開心了 我認識康布萊的時候在1984年 因為我看到我的保證人在夜總會裏面 帶著襟章 健康減肥和發文學 我很開心 因為我銷售了第一項產品 賺到兩元美金 大家可能會覺得 咦?兩元美金不是很多的 的確 兩元美金以前不是很多 今天不是很多 未來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覺得 咦?這個是一個利潤 我和自己說Carol 這個可能是一個機會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我的決心和努力 我的確是得到更多更多的東西 我的組織現在遍布87個國家 而且不斷地增長 每一日起床的時候 我都很興奮 因為我知道今天的我 可以超越昨天的我 我每日也盡量地幫更多的直銷商 為他們打氣 任何康寶萊的成員 我都會願意幫他們 建立更大更可持續發展的業務 我對康寶萊的初心 是沒有改變 雖然已經在康寶萊 這麼多年了 但是我今天比起以前更加專注 更加有決心 我要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這個並不是我自己的成就 是全世界直銷商的成就 我亦都很感恩 可以成為這個組織的一份子 我希望明年在洛杉磯 可以親自和大家見面 我要再次衷心地 衷心地去多謝大家 多謝你們 雖然我自己做律師做了15年 但是在1984年的夏天 我遇到很大的問題 我銀行差不多要沒收我的房子 我欠銀行很多很多錢 但是一晚一切都改變了 因為Christine Loewis 她戴著一個襪章 上面寫 健康減肥方法問落 後來六個星期之後 我第一次出席會議 我剛剛開始是很懷疑的 但是產品是可以的 減到肥和 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我的機會 接著三個月之後 馬曉士來到倫敦 幫我們做訓練 她就教了我們幾個原則 這個原則到今天 都是很重要 她就說 我們一定要努力本地全球思維 一個一個國家 一種一種語言 我會把漢堡寶萊帶到全世界 我不知道她說得對還是錯 但是我就決定一定要聽她的話 她跟我們說 顧客是首要 自己的收入是次要 她跟我們說 下面直銷商的成功是首要 自己的成功是次要 我就找了幾個人 一起去出席會議 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 我就邀約了 其他人也都開始邀約了 這個國際性的組織現在 其實就是頭幾年這樣打下基礎的 1989年 我們就上台 就得到我們第一次的 馬曉士分紅 那時候就是 第四名 全世界第四名 當時所在的地方 洛杉磯基 兩個星期之後 Jody Foster 和Dustin Hoffman 就上台 拿他們的奧斯卡獎獎 真是影響便映 之後我們就全世界周遊列國 建立我們的組織 堅持馬哈條斯所教我們的原則 後來她就 請了Jim Rohn Jim Rohn教我們說 你的成功是因為你幫助別人 如果你幫其他人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 你也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其他我們就繼續努力了 所以今天很開心 可以和這一班人一起成為頭十名 每一天我也很開心可以聽到他們的故事 我要多謝所有所有幫助我今天成就的人 我組織的人 他們是很努力地建立他們的事業 還有全世界的朋友 雖然你們不是在我組織裏面 但是你們照顧我的人 邀請他們出席你們的會議 和他們一起打拼 馬哈條斯以前就這樣教我們 和其他人一起打拼 你就會得到成功 我相信他現在在天上看著我們 很榮幸 很驕傲地跟我們說 說我們剛剛開始而已 嘩 真是很厲害 很厲害 的確很厲害 大家想想 他們27年前成為主席會成員 嘩 真是難以置信 的確是難以置信 他們有份錯立這間公司 好了 再次多謝大家 我們已經宣佈了1987名 明天就會宣佈第六名 多謝大家